軍事檢察長曹金生 才被洪家人抱怨在打高空 而今天呢 他出面接受媒體的訪問時 他曾強調自己可以體諒 洪中秋姐姐的看法 不過在他受訪的時候 一度遭到了民眾的嗆聲 讓曹金生一臉鐵親 各位小姐先生 才剛走出來還沒到定位 就聽到民眾在旁邊嗆聲 最高軍事檢察長 曹金生一臉鐵親 第一點我就要跟大家說明的就是 民眾意見不斷傳出 不過曹金生一律當作沒聽見 也持續提高分貝 要把民眾聲音壓過去 連日來為洪中秋的案子 曹金生不斷在媒體前受訪 或許是該壓的 該辦的告一段落 信中石頭略為放下 還一度有笑容 只不過曹金有笑容 但還沒得到真相的網友 卻笑不出來 直接在網路大罵 再練下去 可以直接轉職從政了 還有人希望在他臉上打馬賽克 不然每次看到他都覺得不舒服 也有人點名他 每次受訪時表情透露些許無奈 應該也知道自己在講鬼話 沒有在聽我們人類講的話 對 我們今天講什麼 他永遠就是用很高空的方式 在回應 我非常尊重每一個的意見 我也可以體諒 洪中秋姐姐的心情 嘴巴說會體諒 但實際作為洪嘉人 卻看不到要怎樣才能讓事實 更清楚明了 軍檢動作可得再快一些 多謝位蔡英林 高明 再也看不到